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现在大家在全球 其实真的不止美国 包括台湾 大家最在意的真的就是经济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在俄乌战争之后 很多人都有感受到了 对于你的经济 对于疫情的影响 造成了你口袋上面 真的会有钱变薄的感觉 那带你看这个数字 因为在欧洲钱真的变薄了 好 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个是CPI 也就是通膨指数 那消费者物价指数发现 是整个欧洲来讲 你看看2022年 它是往上升的 甚至现在是已经标破10 10.7%再次的创下新高 而如果你以G7来看的话 目前在G7 这个是我们之前认为 比较发达全世界最强的七个国家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除了加拿大以外 其他六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 所以大家就要问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真的还要以政治来挂帅吗 还是大家回过头来 想一想什么对你来说 对你的肚皮来说 是真的比较好的 好 结果就看到了 德国总理萧姿 现在说11月4号 要带团防北京 已经确定的行程 那有人就想了 他会不会是打响了脱美的第一枪 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美目前其实正在经济上面 科技上面有所相当的较劲 他们讲的是竞争 用他们的词语来说 但是肖姿现在在去之前 已经先跟他讲了说 汉堡港我可以让中资进来 然后甚至还说了 说金片等等 也许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 就这样 现在疫情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防疫还在动态式清零对吧 所以在这边他们说 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去 一日游还是要去 要见习近平 他们去了之后 就会变成的是欧洲第一个 在议后访问北京的欧洲领导人 而且不是自己去而已 很明显的就是跟经济有关 因为他带了12位大型的 德国企业代表去 甚至那个时候在讲 在申请报名的时候 有大概100份 好这个是德国商报 他们的一个资料 所以想要来加入这个经济代表团 那你就会想问 一天而已 然后见到习近平 会见李克强没错 可是有必要吗 风尘仆仆的 有必要就这样 为了这一天这一个见面 一定要去吗 视讯不能讲吗 还是真的就所谓的 有些事情当面讲 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 真的会对于做生意 比较有用呢 不过在德国内部 确实很多人对于这趟旅程 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了德国之声 现在讲了 说这趟消资访问很大 因为你不要撕破脸 因为国内有一些压力 但你要强硬之外 你又要来推行经济 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关系 还有顾虑之间 你到底对中关系 你要如何来诠释 大家都在看 中方现在确实 我们刚刚有讲到了 经济成长率 现在看到还是3.5% 在全球来说 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用经济上面说 是不是能跟他们多所合作 巴西最新的一个总统大选 定案了差距超级超级低 你不到2% 有没有看过这种 所以到现在为止 据说落选的这位波索纳洛 其实都还没有承认失败 甚至在网路上有人在挟寻他 说你人到底去哪里了 学国12年再次回来的这位鲁拉 基本上他现在回来之后 因为他就强调 要以巴西的利益为优先 他认为应该要让巴西 重新回到一带一路的路子上头 但是因为这两边真的是差距太近了 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第一点 这被称为巴西川普的波索纳洛 他还没有承认失败 会不会有所谓的动乱呢 毕竟先前他们曾经发生过 两次的政变 上一次是在1964年 那个时候美国还有介入 那这一次又是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势 大家现在其实非常的关注 而美中之间 现在大家也在说了 会很关注的原因是因为 布林肯跟王毅又通电话了 这一次呢 讲的时间 其实还蛮长的 70分钟 而且呢 双方都说 保持沟通 在管控美中关系 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好 也有人说了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在为拜习会 G20的见面铺路呢 因为罕见的 其实是没有提到 台湾问题的 但也有人说啦 拜登目前最在意的 可能还是他们国内的石油问题 好 讲到这个石油 基本上啦 你要知道喔 现在它跟沙国之间的关系 持续的在变动当中 甚至有这么样的新闻跑出来 说沙国的油价 因为受累于美国产量增加 那怎么办呢 他希望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竟然是下调运往亚洲的原油价格 要真这样 拜登这个 这一招不就等于是 被帮助习近平吗 让他买到更便宜的石油吗 这样要如何的解释 美中欧 三方之间未来的关系如何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等请嘉宾来点评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 德方他们现在传出说 萧姿他11月4号会去访问中方 目前中方的外交部 也已经证实了这项讯息 表示就是进一步巩固中德的 政治互信符合双方利益 去了之后就会是第一位 异后在欧洲的领导人 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您怎么看 德国跟法国原本有宣布说 是联媒的访问 这个当然会增强他们的 对话的筹码跟实力 最终不是这样 法国走法国的 德国走德国的 可是中方一直没有宣布 德国到访的时间 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的是越南 再来是巴基斯坦 再来是坦尚尼亚 最后才是德国 但是他还是欧洲的第一个 到访过 而且就有一天 一天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叫做工作访问 因为就是谈谈事情这样 这代表说中国大陆 他看重的是东盟 南亚 跟非洲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关系 然后把G7 欧洲的关系往下降一点 这是他的外交战略在做调整 德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德国原因在哪里 他的外交部长跟他经济部长 他们两位是仇中反中 抗中的大将 完全追随美国走 那完全追随美国走 那中方怎么跟他打交道 可是问题是 德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 您刚提到的G7中六个国家 都出现负成长 而且是贸易逆差 这个逆差对日本来讲很严重 对德国其实也是很坏的消息 那你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一下子说小尔兹还继续要受 这个小党牵制 还是自己要走自己的路 如果他再不走他自己的路 他这个大党也都地位不保 因为他现在被这个绿党的两个人 牵制住了 那各位观众朋友 您想想看 现在德国出现一个非常尴尬 而奇怪的场面 是企业界浩浩荡荡的 所以很明显的是他们的 这些德国最重要 最有分量的企业界 那么给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 而且压制住了他们的 绿党的这些人 因为你要不就是德国破产 德国企业衰败 德国倒闭 那么很多中小企业倒光 然后这个时候 德国到处都是失业 经济惨淡 然后你就绿党的那些人 还在高喊大喊杀 所以小尔兹他这一次的访问的时候 你看这些企业领导人 为什么要赶快报名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想了解研究 中国大陆的都知道 世界各国的企业领袖 即使是500大的企业领袖 要见到中国大陆的政治的高层 是非常不容易 他们的政治人物不轻易接待 这些企业的企业主的 不轻易接待的 所以这些企业当然要找机会 要抓住这么好的机会 能够跟大陆的高层有来往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 做生意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以目前来讲 欧洲 德国已经率先要走战略自主 接着那就是法国了 所以美国的影响力 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 主要原因就在于 美国考虑自己而已 当美国一直不停的升息的时候 欧元一直跌 你想想看对欧洲的伤害有多大 欧盟一旦要升息 他的经济就衰败 而一升息你看欧元 还是看不了美元的升息 所以对欧洲的国家来讲 他们都要自救 要自救当然走自己的路 那就是战略自主 来 欧老师 这个德国目前的做法 其实是很重要的 也非常有意义 最主要的话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的话 就是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理想的国家 这一点大家不要忘了 我是哲学系的老师 我们在一行当中 很多人读哲学的话 都会觉得德国的诚意过高 后来发觉他们说到做到 那么这一场目前为止 世界的情势当中 尤其美国所做的表现 德国人不说话 不像法国人这么会说话 但是德国人基本上心里 已经很明白 就是What's going on 他心里非常非常明白 这怎么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因为德国的商人的话 对于自己的前景的话 非常非常注意 而且目前为止 德国本身来讲 是欧洲发展的火车头 长期来讲话 美国经过他的教所 跟分裂以后 欧洲分成两部分 就是西欧的国家 跟东欧的国家 两个态度 想法观念非常不一样 但是德国本身来讲的话 基于他商业的利益 不愿意被绑架 他愿意走自己的道路 而且做出了很困难的挑战 因为你把上个月的报纸 拿来看的话 这个书枝的 这个肖枝的这个想法 整个观念来讲 还是非常反中的 可是现在的话 突然宣布 这种突然的宣布 发生在沙烏地阿拉伯之后 就沙烏地阿拉伯都敢减产的话 你德国为什么不敢派一个团 去谈这个商业上的事情 然后第三点 更重要的原因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就是大陆目前为止的发展 势头最猛的是新能源车 大陆的新能源车 可以取代德国跟日本的产量 这一点的话 对于德国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次商业团 与其是做谈生意的 还不如是取经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即使去一天我也甘愿 为什么见面三分情 以后发展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叫做 务实的精神 你好我就跟你学 你不好的话 我就尽量不跟你来往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德国本身受制于 美国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前面的话 表现出来非常非常听话的样子 而实际上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 11月一开始 马上宣布自己要去访问中国 而且是主动的 意愿非常强 甚至于超过法国 所以说这个做法上来讲 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表示欢迎 请大家不要忘了 本来2021年的12月31号 签了中欧投资协定 是德国带头的 对不对 这样当场就是打自己嘴巴的时候 德国人自己心里觉得说 言而无信 他自己会很难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次做法上来只是弥补了以前 是 好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来听 好欢迎回来 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刚刚讲说 两岸的关系是很矛盾的 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对立 可是经贸的活动是非常紧密的 其实你看越南不是也一样 1979年中越战争 然后1988年3月14号 吃瓜娇海战 所以解锁解很深 可是你知道贸易 这几年的 这两三年的疫情这么严重 大陆中国大陆跟越南的 贸易数字是增加的 今年的1月到9月 比去年同比增加了10.2% 德国也是增加了2021年 比2020年就增加了15% 所以这种经济 就是最重要的影响力 所以为什么卵夫总书记 要访问中国大陆 为什么德国总理熬了半天 最后还是决定要到 中国大陆去访问 因为这是个全世界的 可以说是最大的市场 好 所以这些